中国人民解放军女仪仗兵,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中的新成员,女兵的裙装礼宾服,系着金色腰带,头戴卷颜帽,脚灯长筒皮靴,面彰显国威军威,这裙装礼宾服,系着金色腰带,头戴卷颜帽,脚灯长筒皮靴,8月19日,三军仪仗队新装亮相,女兵新形象笨受瞩目,据了解,女兵在中国军队的序列中,人数越来越多, 中国女兵可以驾驶战斗机,发射导弹,加入仪仗队接受检阅,也就顺利成章,在仪仗队这样的窗口部队中,女兵能够让仪仗队更加鲜艳夺目,更加威武,8月19日,三军仪仗队新装亮相,女兵新形象笨受瞩目,据了解,女兵在中国军队的序列中,人数越来越多,中国女兵可以驾驶战斗机,发射导弹,加入仪仗队接受检阅,也就顺利成章,在仪仗队这样的窗口部队中, 女兵能够让仪仗队更加鲜艳夺目,更加威武,从北京军区了解到,三军仪仗队增加仪仗女队员,是中央领导针对新形势下扩大对外交往,更好地展示我国民族文化,和现在发展成就的重大角色部署,有利于全面彰显国威军威,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,有利于国际交往,也是实现中国梦,剑影强剧梦的重大体现,依据选拔标准,按照个人申请,单位推荐的程序, 今年二月份在北京军区范围内,22个旅团级单位,首批选拔了30名一寨女兵,她们分别来自全国11个省,是自治区,90%以上,拥有大专业上学历,行军身高1.72米,多数具有体育、文艺等特长, 这些一寨女队员,根据外交部和总参外办的安排,来执行外交任务,2014年5月12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三军女子一寨兵,亮下外交礼仪,接受中外领导人检阅,身着灵机,是李宾服的13名一寨队女兵,分裂在军期组合陆军,海军和空军军种之中,与南一寨兵一起伴随检阅区,手持李宾枪接受检阅,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女一寨兵的首次公开亮相,在欢迎仪式现场,玩着发系,身着李宾的13名女一寨队员,分布在军期组合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军种方阵之中,与南一寨兵一起伴随着检阅区执行私立任务,他们动作干净力动,举手投足间展现出威仪与自信,受到在场中外兵棚的高度评价,中国女兵之女一寨兵,写真。